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签署行政命令,禁止45天后美国民众与腾讯,字节跳动,Bipedance,进行有关微信,TikTok的交易,腾讯上周五一度急跌一成,失手500元,特朗普以微信威胁美国国民信息安全为由,以封杀微信,WeChat,但事实上微信约12亿用户以内地为主。 尿美国用户占比轻微,当然,未来可以预期特朗普还会在总统选举前推出更多手段。 除微信之外,腾讯在美国有不少游戏厂商,娱乐公司投资,腾讯早于2011年收购Riot GAMES 93百分好股权。 Riot GAMES是全球大热经典游戏英雄联盟开发商。腾讯在于2015年收购Riot GAMES如下股权。 目前总部在美国加州的Riot GAMES为腾讯全资指公司。 此外,腾讯于2012年以3.3亿美元收购宝女之夜,Fornite,开发商Epic Games 48.4%的股份。 Epic Games创立于1991年。总部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。 腾讯在2013年也以美公开的价格收购美国游戏大厂。 Call of Duty开发商动视暴雪美,ATVI,5%股份。 除游戏厂商外,腾讯近年也陆续投资美国娱乐公司。 腾讯牵头的财团今年3月宣布,完成收购环球音乐集团,UMG,10%的股权。 明年1月前有权额外收购10%股权。 另外,华纳音乐美,WMG,今年6月在美国上市时。 腾讯以19亿元入股。 拥有华纳音乐1.6%股权益。 腾讯旗下腾讯音乐美,TME,在美国上市。 市值约2000亿港元。 可以预期在总统选举前。 特朗普会有更多举动攻击中国。 目前,中国反应上算低调。 主要是因为相信特朗普未必能连任。 故此这段时间也就引一下过去。 若拜登上任,他已预先宣布要取消之前对中国加征的关税。 对中美贸易冲突实际上是利好因素。 一旦特朗普连任,相信中国也有能力推出反制措施。 例如限制苹果、微软等美国科网公司在华的业务及税率。 这将打击美国纳子增长能力及极高的市盈率。 同时,可以预期未来国外企业要打入中国更难。 也令中国与传统欧美两大阵营越行越远。 全球朝向两大逐心发展。 这点走得多快及多远。 要视乎美国总统选举才能知道。